哈囉我星號 我影響比較重點畫上星號 今天來和大家聊的就是雷霆隊啦 現在大家都知道上季西區第一的雷霆 在修改季普京的Hearnstein和Crusso 這兩個非常優質的戰力 搭配他們原先就有的核心 帳面上陣容看起來真的非常可怕 而從熱身賽的比賽內容來看 新同學們可說是已經完美融入 不需要大半賽季的磨合 就已經在場上展現十足影響力 甚至能說將原先雷霆體系又更昇華了 有些人可能會覺得我太浮誇 沒關係,今天的影片就讓我們一起來一探究竟 其實一開始我並沒有很支持 雷霆花大錢去追Hearnstein 因為他們過去的準則 就是希望球員都有投射和下球能力 如果找來Hearnstein 那很多地方勢必得要調整 球隊也可能會經歷一段時間的磨合期 不過最終他們還是決定用3年87m牽下他 不想球隊較弱的景區深度 而現在看來這個選擇可說是十分正確 首先讓我們了解一下Hearnstein正名球員 他的防守能力相當出色 攤開進階數據 上機的他第一PM和D Lebron 分別以正3.9和正2.29排在聯盟的第二和第九 這無疑是聯盟陰險的成績 他的活動力好 擷具有優秀的護匡能力 讓他很受尼克教練Cybert的重視 而在進攻端 他的技能包優異於一般的傳統常人 雖然沒有外線投射能力 但他有著一手穩定的小拋頭 讓他的進攻範圍不會被侷限在籃下 同時他也相當擅長傳球 這是他非常被低估的影響技能 有看尼克比賽的話就會發現 他們很喜歡讓他在高位吃球 搭配隊友的跑動來製造得分機會 因此在他加入雷霆後 文奈斯就說這季雷霆應該會增加許多高位戰術 而這件事的確發生了 但我沒想到的是他融入的速度竟然能夠這麼快 以下就我們來看比賽的片段 在半場進攻時 Harenstein會先在虎頂持球 其他四名球員都站在三分線外 這個我們稱作Delay Action 可以看到他是一可入手去替Waddes演護 Waddes要出來後對手沒完全貼上來 Harenstein便和他手遞手三分出手投進 可是不過對手一開始黏得比較緊 所以他第一拍沒有給球 選擇自己下球攻擊籃框 吸引到斜防後一個漂亮的越尖傳球 交給空檔的Carrusso總距離投進 側印中鋒的困難之處 就在於判斷何時該給球何時不該 Harenstein在這點上拿捏得很好 這波同樣外圍持球 射手就利用兩個掩護繞上來手遞手 火箭無球換防因此就沒有出現空檔 Harenstein於是把球收回 再馬上接上和Waddes手遞手 給完球後迅速下滑 成功繞到防守的Landell身後 空中接地將球塞進籃框 可怕的是 同樣的戰術還可以由兩個七尺長人來跑 這波Harenstein和Harenstein同時在場 Harenstein利用無球雙檔繞上來手遞手 注意看給完球後的Harenstein 迅速下滑並巧妙地卡住防守球員 讓Harenstein切入直接輕鬆灌籃得分 就是因為Harenstein這些技術上的細節 讓他儘管不擅長投射 在場上仍然帶給球隊進攻很大幫助 主播覺得把球交給Harenstein後 替Wiggins掩護讓他到湖頂手遞手 Brooks踩住路徑想阻止他接球 Wiggins現狀直接往籃下空切 Harenstein第一時間傳給他輕鬆上籃得分 接著這球更精彩 Harenstein軸續持球 Karuso做事要設掩護 突然一個加檔下滑騙到採取換防的火箭 Harenstein馬上又精準地把球送進去 切防還來不及反應 就被Karuso反手上籃得分 雷霆的球員本來就很擅長持續移動尋找機會 剛加入的Karuso也是一名聰明的球員 搭配上Harenstein的高位側印 把原先就很強大的進攻 又更提升了一個檔次 我個人很期待Chad和Harenstein 能夠磨合到什麼樣的程度 因為這無疑是上限最高的一個組合 兩個七十常人在場上完美共存的話 那球隊將會有非常大的身材優勢 當他們一同在場時能看出 教練Diagnol又可以讓他們多打配合 這波Chad利用Harenstein的無球掩護 擺脫一線帶進出手要道犯規 這球則是讓Karuso先替Harenstein下擋 籌續接球後SGAT踢腳的Hongren掩護 Widmore 想要掩護 於是Chad直接空切 Harenstein第一時間高調造成血防的半規 而這球換成Harenstein在球場中央 踢Hongren下擋讓他接球進攻 Widmore 被掩護給卡住 所以Lando必須要對出去 Green 內縮血防下滑的Harenstein一拍 這裡Hongren做出了正確的判斷 把球傳給外圍控擋的Doort 接球攻擊Closeout切入上籃得分 看到這裡應該都能感受到 Harenstein為雷琴進攻帶來的改變 更別提他的掩護品質 就算只是單純打擋拆 也能替持久者創造空間 當中鋒斜防持久者時 他又能用拋頭終結 來記得他肯定會是雷霆不可或缺的一員 至於他該打先發還是替補 我個人是認為替補還不錯 先發由SGA能作為進攻核心 Harenstein從替補出發 能幫助二陣更好得分 當然這些都能視對手進行調整 像是對上有Jokic的金塊石 就能考慮從一開始就擺上大陣容 前面都琢磨在進攻端 這邊來聊一下防守 Harenstein為雷霆帶來的提升 除了讓球隊 始終能有至少一名護匡中鋒在場之外 也增加了防守策略的彈性 比如說他們就能模仿上季的灰狼 讓一名中鋒Jokic 另一名則待在後方斜防 這次過去的他們辦不到的 以往只要Harenstein被拉出禁區 他們協防的高度就嚴重不足 現在兩名中鋒都能夠沒有顧慮的對到外圍 因為即便被突破了 後方還有一堵高牆 仁仁賽時能看到雷霆 已經會讓Harenstein在進攻時間快到時 積極對球施壓 很好的發揮了雙塔的優勢 上街他們已經有聯盟第四的防守效率值 順帶一提進攻是第三 如果這季都還更上層樓 那真的是難以想像 最後提一個可能會被忽略 但同樣很重要的環節 那就是籃板 雷霆上這季籃板率48.4%聯盟倒數第三 面對會衝搶的球隊還是不太好受 Harenstein能幫球隊很好的鞏固住籃板 仁仁賽前兩場平均只上16多分鐘 就抓下8顆和9顆籃板 彌補的球隊一直以來著弱象 同時這也讓Hongren在雙塔一起上時 可以多跑一些轉換進攻 不用顧慮籃板的他若是跑起來 那對方要擋下並不容易 來近應該能看到許多他在快攻中輕鬆得分的畫面 講完了Harenstein 來調理一名新同學Karuso 戰隊之下這就沒有那麼多可以提的 不是說他打得不好 所以Harenstein在戰術上的定位明顯重要許多 而Karuso就是作為一名好的團隊齒輪待在場上 當然光是這樣就不是件容易的事了 因為要融入雷霆的進攻並不簡單 不像一些球隊 角度球員只要站在外圍 不只拉開空間然後看球星表演就好 雷霆的明明球員都必須要懂得如何跑位 掩護 市場上情況選擇該運球傳球還是投籃 而賽季還沒開打 Karuso就已經能做到這些事了 相信隨著賽季進行 他的表現絕對還能夠再更好 至於防守段就更不需要擔心了 身為聯盟最好的外圍防守者之一 他的加入讓雷霆的防線又變得更可怕 相機第一PM這3.4聯盟第五 常軍干擾球3.7次聯盟第一 原本雷霆對手還能選擇打點Gidi 現在換成的Karuso真的能說是毫無死角 只能說總管Presti又一如往常的 展現了他優異的操盤爽萬 接下來就看這一批球員 能不能在這季衝擊冠軍金杯了 那以上就這次影片的內容啦 大家覺得這季雷霆奪冠機率有多大呢? 歡迎在底下留言分享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別忘記幫我下喜歡 並且訂閱我的頻道 就對我最大的支持了 給大家的收看 模型號 我們下一部影片見 掰掰